之前东华没有多想什么 可是今天这是不得不让他认真思考这前因后果 他在太成功待着 受的伤不是一两次了 三生石 东华想起了三生石并天下姻缘 那破石头并没有自己的名字 所以他想跟凤九在一起 就会逆天而伤害到凤九了 一 不然他失去了一半的法力 是怎么一回事 何况他如今身负重伤 也确实不好让凤九待在太成功了 东华怕自己护不住凤九 还是让凤九回青秋 让他好好的闭关修炼一段时日恢复法力 顺便想想怎么解决那块破石头 哎呀 怎么流这么多血 怕是没救了吧 与司命赶来的药王看着凤九 摇了摇头 老糊涂 错了 小低机身上的血是帝君的 司命说着 并把药王拉了进去 哈 帝君受了重伤 药王不敢相信 是他听错了吧 进去的药王对着东华行礼 看着他身上的伤口 感叹 这天下还有谁能伤得了帝君呢 帝君前几日为了救小地鸡 费了不少法力 今日又将锁妖塔的镇塔妖斩杀了 这伤便是那镇塔之妖所为 镇塔之妖 那可是父神留下 震慑九重天的妖王了 好了不说了 先给帝君疗伤 听着司命和妖王的对话 东华毫不在乎 他的眼神一直隔着屏风看着外面的凤九 醒来的凤九看着自己身上的血迹 不曾反应过来 他没死 再回想起来在锁妖塔内 赤手空拳与镇塔妖的帝君 他怎么样了 小殿下醒了 司命出来说 帝君呢 凤九起身 询问司命 再休息 司命回答 他又没有什么大碍 是不是又被我牵连到了 听了司命说完后 凤九也不再多加留恋 离开了太成功 小仙仪照着帝君的意思 让小殿下离开九重天了 东华缓缓睁开双眼 将衣服穿好 站了起身 帝君这事 司命有些不明白 帝君这般伤重 还要去哪 与你无关 说完 帝君便自己离开了 凤九 你受伤了 伤哪了 怎么承玉看到血迹斑斑的凤九 担忧地询问 看着承玉 凤九微微一笑 我没事 不是我的血 我要回青秋了 这段日子多谢你的照顾 承玉看着凤九 失魂落魄地离开 也只能叹了口气 待他回过神了 就看到东华帝君走了出来 帝君 凤九刚刚走了 我只是出来散步 东华瞥了他一眼 自顾自地走了 承玉看着东华的背影 笑着说 我才不信你 这路可是初天宫的路 肯定是去追凤九了 不知不觉 凤九来到了这个初遇帝君的地方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有了救命之恩 他靠着那棵树 徐徐坐了下来 缩在一团 终是忍不住眼泪哭了出来 先前在天宫 他就忍不住地哭 起码还帝君会护着自己 可如今四处无人 哭得再多再大声 也不会有人护着自己了 十九 哭泪的凤九靠着树 渐渐熟睡 这时 一直跟在凤九身后的地君也陷了身 走到他的前面蹲下 伸出手来擦掉他眼下的鱼泪 我该那你怎么办才好 东华露出不忍的心思 将他抱了起来 瞬间两人消失在了这片树林中 十里逃临 东华抱着凤九来到了哲言处 哲言看着东华怀里的凤九 再看着东华的神色不太对劲 便道 你们受伤了 这四海八荒 竟还有谁能伤你分毫 他没事 只是哭泪了 先前在太城宫待着 若他自己回来出了什么是本帝君可说不清到不明了 便将他奉你这来最为妥当 将他放进屋子里吧 哲言没再多说 就带着东华进了屋内 将凤九放下之后 东华看着熟睡的他 说 不用告诉他是本帝君送他过来的 你这伤可不清 竟然还抱着我们小九来这十里逃临 本帝君公务繁忙 先回天宫了 东华化落 便消失离开了这十里逃临 看着他消失之后 哲言忘了望凤九 若有所思 醒来的凤九看着自己在哲言的十里逃临 很不解 我刚出去溜达溜达 看到你晕倒了 就把你带回来了 你可有事 我没事 先回青秋了 凤九失魂落魄地走了 不想多说什么 刚离开了十里逃临回到太成功的东华 就感应到了东华中的反应很是强烈 带着思命一块前去若水 这秦仓突然这么大一动 一定与封印他的人有关 帝君 你为了就小殿下已失去了一半法力 小仙担心你 你担心得不错 东华转身看着思命 本君要闭关修炼 在我闭关的日子 替我在运包上写上几笔 运步 可凡人的气韵是归小仙管 神仙的气韵小仙无能为力啊 我出关后 要去凡间一趟 不知帝君要去凡间做什么 我运中不会有红蓝心动 去了凡间 可以在你的运步上边几笔姻缘 他在天宫陪了我这么久 我总要沿了他一个相守的心愿 到时候 你便拿着这白发让他投胎 先在凡间代购四十年 本君出关后再取而代之便是 东华把那根白发交给了思命 接过的思命收好 问 那若是天听问起 小仙该如何作答 就说 本帝君要尝尝人生六苦 他只能借凡间气韵 更改他自己与凤九的缘分 从而能相守相伴 回到天宫没多久 就有先来请帝君去看叶华 换了一套衣服的东华 才去了叶华的紫辰殿 问 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乐虚解释给了东华听 明白事情后的东华听着他们的对话 便说 或许 还有个机会 什么机会 天君问 天族有一个圣物 叫杰破灯 是大洪荒石代父神所造 那灯能聚先者的元神 东华解释 杰破灯 是天族的圣物 为什么本君没听书过 你个二傻子废物 天君当然没听书过 但东华看着叶华 想着凤九帮着素素 也顺便帮一帮叶华吧 于是继续说 这个圣物属于塑锦族 生下的事情就由他们去做了 三百年后 一身红装的凤九坐在河边 听着弥谷的建议后 便打算去天族取杰破灯 化身成了塑锦的模样 偷偷拿了截破灯 白浅知道凤九偷来的截破灯 骂了他一顿后 知道后果的严重性 凤九决定赴金请罪 去天公认错 拿着截破灯准备去太子那儿 赴金请罪的凤九 正好被司命看到 司命便问 小殿下这是要去哪儿 你抱着的 不是截破灯吗 后来司命看到他抱着的截破灯 有点奇怪 这灯怎么会在他这里 我扮成宿锦娘娘 把截破灯给偷了 凤九只能实话实说告诉他 你扮成宿锦把截破灯给偷了 司命不敢相信 于是重复地问了一遍 嗯 一 你惹祸了 惹大祸了 我就偷了一会儿 至于惹大祸了吗 你知道这截破灯三百年 不灭可是为了什么 太子殿下再用这灯 再造当年宿祖娘娘的骨穴啊 什么 宿祖的骨穴 他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宿祖 完了完了 都是他的错 怎么办 是不是他害了宿祖了 他也不想答 这是我犯的错 无论如何我都要去向太子认罪 他要山要管 我都认了 你别冲动 你先等着 我去找连宋商量一下 见私命离开 凤九也不想等了 这是自己的错 不能让别人来为自己开罪 必须亲自去陪礼道歉 走进紫辰殿的凤九拿着截破灯 看着的夜华夺回截破灯 结果一看 已经灭了 对不起 是我一时贪婪才会偷了这灯 你要山要寡 我都不会还手 不管怎样 都是他的错 他不会去辩驳什么 贪婪 夜华红了眼 伸出手来掐住凤九的脖子 毫无理智可言 被掐住脖子的凤九抓住他手 却没有过多挣扎 如果他要他的命 他也不会反抗 只是 毕君 凤九等不到你了 凤九也还不了债了 若有来事 再让凤九偿还吧 回想着过往的点点滴滴 凤九苦涩地笑了 三百年的抢颜欢笑 对于他来说犹如行尸走肉一般 现在说不定也是一种解脱 赶来的司令和连颂看着 想阻拦夜华 却被夜华用法术拦了下来 太子殿下 你不能杀了白凤九 先别说青秋那边 就单单太成功 你杀了他 就是与帝君为敌啊 司令劝说着 看太子这节奏 怕是真会要了凤九的命啊 已经不管不顾的夜华加深了力度 凤九已经是奄奄一息 再没了力气 松开了抓着夜华的手 帝君 如果可以 我想见你 凤九真的好想你 好想你 可是凤九怕事 等不到了 铃铛 听着铃铛声的私命用法术震动了他 这是帝君的东西 虽然帝君在闭关修炼 可也是唯一从夜华手中救小殿下的法子了 还在闭关的东华睁开双眼 听着铃铛声 立马化身过去 红了眼的夜华突然被一爆红光打的吐血 生生倒在了地上